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239章 復波壽順兵 上次提到 何武道突然大喊了一聲叫大家快回到花果鎮 然後見到他剛才鎖住的位置突然飄了全眼 有一陣大水湧出來了 蔣宏山和何半仙都是老江湖 一見到這樣的情景就知道糟了 魏慶州雖然死了 但也很擔心他臨死時還有後手 見到何武道這麼神秘地走去 他們也不敢打下去 招呼手下那群人一起回到花果鎮 黃金彤更加聰明了 有什麼可能看不出 他一手拉著柳向晚跑回頭 張宣望緊緊跟在後面 柳向晚衝鋒時就什麼都不管 所以黃金彤首先拉著柳向晚 大家紛紛跑回頭 掛歷時很頻繁地開花果鎮鎮門 當然少不了 有幾個海兵衝進來 都被鎖中的人全部打殺了 黃金彤他們是最後一批入陣的 走入陣時 那拳眼中突然突然飄出大海鎮 被一隻很大的寄居蟹抵著 啪啪啪啪地向花果鎮走過來 而在這時 陣外的所有海兵綁著血海毒繩全化了 開始很有秩序地向東面撤退 不用兩分鐘的時間撤得乾乾淨淨 連那十二金龜都全部撤退了 只留下幾個金龜罩仍是扣在地上 我也不知道在鎖中的人會不會有事 被扣了那麼久會不會化成龍水 但我可以感應到 三足變烟烤在鎖中一切正常 看怕射凡他們都沒有什麼性命之憂 那就能夠見步行步了 先打對敵人再救人 我被眼前的警長嚇到馬大嘴唇 說不出話 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見到紅武道坐在花果鎮中 大口大口吐起 我這樣才明白 剛才那些奇怪的舉動 就不是故意引起魏慶舟的注意 而是在做另外的事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鎖住剛才的全眼 無緣無故在地上噴了大全眼出來 對於海族來說也不算很難 我就開始懷疑 魏慶舟在臨死前是否留守 要水浸泊復山 但那陀著海鸟殼的寄居蟹走出來之後 那個全眼就越來越小 山頂的海冰毒繩都自己化了 就在全部撤走的時候 全眼裡的水都不再向外飄了 只有那隻寄居蟹 抬著大可樂的殼 對著花果鎮走過來 我走到紅武老道的面前問他說 老道啊 那個全眼是什麼 是否很危險 何武道就應我說 唉 還可以有什麼 東海復波獸來了 這句話一出 大家都嚇了一條 我就忍不住說了 蛤 那隻寄居蟹就是東海復波獸? 何武道領領頭然後說 不知道啊 我沒見過東海復波獸 但我剛才感覺到 在地下 有一股很強大的力量要湧上來 所以就坐在地上 要壓著它 不讓它上來 結果我們僵持了一會兒 我就感覺到自己拆不下去了 壓不住了 這樣才叫大家 馬上回來花果鎮 我聽到之後 就對大家說 那個海螺殼 說不懂得唱型血歌 大家要小心點 圍著花果鎮的海兵 莫名其妙地撤退了 那是否代表著 有一個很大的殺陸機器來了 何武道領領頭 然後說 很有可能啊 不可以不提防 這個時候大家都很好奇 但在緊張之中 又覺得很害怕 何武道領頭問我 黃德綠啊 你那個血殺豬容不容得到 如果東海復波獸真的來了 我就唯有出手了 不過估計 以我一己之力 要贏東海復波獸也很艱難 剛才其實暗中較量了一次 我打不過他 如果你可以放血殺豬出去的話 合同我們兩個 差不多可以和東海復波獸打平 再加上其他人幫忙 或者可以贏到的 我無來這樣領領頭就話 我只說了半隻蟲 血殺豬不是每句話都聽我說的 這隻蟲剛剛入手 怎樣用 在蟲書裡完全沒有寫 我要自己慢慢摸索一下 放出來的話 不但幫不了手 說不定會有麻煩 如果我可以運用的話 為什麼叫大家打得這麼辛苦呢 血殺豬這件事不是其他蟲 例如蟲亡這樣 如果不懂得洗 放出去的危害會很大 血殺豬萬一碰到自己人 那就一命歸世了 還是要謹慎一點 荷毛老道歹了一聲對我說 唉 我和你說過多少次了 你就是不聽我說 這場仗只會越打越大 你看看是不是 你收了血殺豬 魏慶州就和你打下去 你殺了魏慶州 人家的後台老闆哪肯制 東海復波獸一定會過來找你 就算你有通天本事 很僥倖地降伏了東海復波獸 後面還有靈感大王 你知不知道 荷毛道說的這番話 說到我也有點認同 不經歷一些事 確實體會不到其中的真體 真的好像他所說 仇恨是不能用仇恨來解決的 這樣只會越捲越大 但眼下如果真的東海復波獸來了 就唯有硬碰硬 如果不是的話 只能被他殺了 那隻寄居蟹牽著裸殼 我踢踢踢踢的在魏慶州的屍體旁走過 然後站了很久 我見到這樣 就能確定到這肯定是東海復波獸 自己下屬死了 在情在理 無論如何都要憑吊一下 但我完全沒想到 東海復波獸是一隻寄居蟹抬著裸殼 我覺得很奇怪 就問金柱齋和吳天城 東海復波獸就是這樣了? 金柱齋在老龍團的時間不算很久 他也不知道東海復波獸是生什麼樣子 他也沒見過 吳天成聽說過一點點,他應我說 嗯,傳說東海復波獸是不大的 但絕對不是一隻寄居蟹 這東西應該… 即是東海復波獸的信兵,用來傳話而已 原來很多大異獸有些場合是不可以親自出面的 要保持自己的神秘感 例如黃河水葵,他就不可能親自去了河星高 要掌黃山出面 現在魏慶州被我們剷除了 東海復波獸的代言人就沒有了 那就唯有派個信兵出來,就為了傳說話 這樣這就不是他的真身 那個裸殼是用來發聲的 吳天成說的很有道理 托著裸殼的這隻寄居蟹,只是一個小信兵 果然來到華國鎮下面之後 那個裸殼裡面,橫橫聲響響 好像海嘯那樣的聲音,模模糊糊傳了一句說話 是誰? 將魏慶州殺了 既然當海復波獸要過來傳說話 你問得我就要回答 不可以嚇到我連說話都不敢說 於是我站在瓜葉上面,大聲地回應他 是我王得綠煞,你是誰? 那個裸殼裡面,橫橫聲炫聲,繼續模糊地說 我是東海復波王 我一聽到,原來他自己叫自己做大王,真是救了狂妄 不過他狂得來有點實力 自己一個手下危慶舟,就可以有這樣的實力 可以擺到海冰雙龍陣,可以叫到血殺豬過來,殺到昏天暗地 如果不是偷殺成功的話,面對面打,我們很難打得過他 那隻裸殼見到我不出聲,繼續說 黃德駱,你是想死,還是想生? 是想打,還是想和? 我聽到後嚇了一跳,不知道這個東海富波獸 在葫蘆裡賣的是什麼樣子? 什麼叫想打還是想和? 難道東海富波獸知道我很厲害,他怕了我 我?要過來講和?那完全沒可能的 東海富波獸和魏慶州都不是同一個黨次,比他厲害很多 我在燒中魏慶州的頭時,我想過這個問題 我們其實是分兩次才殺死魏慶州的 如果沒有在索蠔礁上偷殺成功,魏慶州死了一半 那麼這場仗就不可能輕易偷殺上手的 索蠔礁那次,魏慶州是被林毫時迷亂心致,我才可以偷殺得手 所有東西都是一環扣一環的 蔣黃沙的實力雖然還可以,但黃河水葵很明顯 就不像東海富波獸那麼喜歡打的 兩獸之間哪個手段更厲害,我就不知道了 但單單就這些手下來說,我就覺得東海富波獸 遠遠勝過黃河水葵 蔣黃沙若不是借著我今次機緣巧合,他也不是想指以產名老龍團 說白了,是大家實心合力才殺了魏慶州,全部都是靠僥倖 有任何一步行不合,都有可能全盤皆輸 現在還有人被金龜罩扣住還未放出來 細細推演起來,我們就好像有個天幫手,不是人力可以贏得到 那也就是說,東海富波獸絕對不可能怕我們 他肯定還有家底還未搬出來 一個魏慶州不足以令他把全部家底全擺出來 但為何他會問我,是想死還是想生 是想打還是想和呢? 我當然不想死了 何武道那番話確實是參與 這場仗只會越打越大 這句話絕對不是認衰仔 於是當時我就想 看法很多高人義物 去到一定境界後都會有這個感悟 雖然事後證明我想錯了 但當時我好鎖朗地應他說 我黃德鹿是為了救女朋友得罪魯龍團 不是故意來冒犯的 是因為魏慶州失禮在先 這樣就不可以遠得我 我當然想有命了 也不想和任何人作對 你說吧,我上生又如何?上和又如何? 那個裸殼裏面又再傾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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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開打好得多 沒什麼事的話 誰願意打打殺殺? 這個世界這麼大 有這麼多美好的事物可以追求 為什麼一定要動刀動槍呢? 即時我很痛快地應他說 好呀,你說吧 你有什麼要求的話,儘管說 只要不及到我和我朋友的性命和尊嚴 一般我都可以答應你 在河裏裏面有些笑聲傳出來,然後又說 哈哈哈哈 成名,這樣就不至於的 本王是個愛才的人 你可以殺了魏慶州 這樣就說明 無論是心智還是手段 你也不差 我就想抬舉一下你 不知道你願不願意屈奏 只要你答應我 我們不僅可以收兵 還可以變成 亡年的好朋友 我愈聽愈猛 普天之下有這樣的好事? 我殺了你們的人 你還要抬舉我? 我沒有聽錯吧? 當時我馬上就說 東海復波王 你是不是生氣了? 陰謀鬼計不是這樣玩的吧? 我雖然很年輕 江湖上面的伎倆還是知道少少少 你不用這樣 要打的話,就要爭套爭槍吧 海洛學就沒有理我 他繼續說 現在 你殺了我老龍團的團頭 團頭這個位空缺了 那不如你殺而代之 那不如你殺而代之 取替他吧 只要你全心全意 為我做事 其他所有事 都可以談的 這句說話一說出來 大家即時吵冤巴逼 議論紛紛 因為大家都完全沒有想到 東海復波秀會說這句說話出來 簡直是匪夷所思 我即時整個吐住了 不停在想 東海復波秀的腦裡 究竟在想什麼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